我问一下女生 你觉得男朋友爱你吗 我觉得她是爱我的 但是可能方法不太对 对于你俩的关系 我特别想说一句话 不要轻言说爱 虽然你们反复在说爱 但这个爱是变了味道 先从你说起 其实不太想原生家庭 那个层面说事 但是有时候又绕不过去 妈妈曾经跟你讲过 男人不靠谱 不知道爱 甚至你可以单身 怕你受伤 所以当这个男人 一个这样执着的 对你所谓的好 你可能会误认为 这就是爱 这是上半场 可是到下半场的时候 你突然觉得 为什么一个对我这么执着 把心窝子都淘给自己的人 让我这么的压抑和痛苦 所以你又怀疑了这个爱 男生 其实乍一听下来 我知道你努力 但是我不认可你 甚至有些反感你 但是我也有些心疼你 你的奶奶 是不是也掏心窝的 把所有她认为好的东西 都给你 因为奶奶会过力地补偿 曾经受伤的孙子 于是你也用同样奶奶的方式 去去爱她 这种是单方面的爱 我把它称为强迫性的爱 你把你们俩的照片 在未经女朋友的允许下 直接发给她的妈妈 你认为是为了我俩 汤平道 加快这个进程 又是强迫性的爱 你认为这是好 为什么在你的家庭当中 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其实你从小被呵护 但从未被理解 因为从奶奶那个角度 她觉得好吃好喝给你 在那个时代 就已经从老人角度 做的最大的能力 奶奶不会和你去谈心情 说孙子想吃什么 你什么心情了 哪里不开心了 她不太会关注那个时代 所以你从未被理解 于是你也不可能去理解到她 不懂得她的心声 其实你只是一厢情愿地 用我认为的好去对待她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你的努力 最后没有得到良好的效果 你还觉得很委屈 甚至你很暴躁 我怎么了 我都这么努力 所以你又可恨 但是我又想给你一个拥抱 我知道你也很难过 余老师有句话 透心窝地跟你讲 如果未来你还觉得很疼 很难过 到余老师这里来 好好跟你聊一聊 你的爸爸 你的妈妈 你的未来 你的爱情 有的时候 要学习 要反省 要倾听 很多时候的真相 不是你想象的 从某种角度讲 你所做的这一切 只是爱你自己 当你任性的时候 底层逻辑是 天底下我最大 其实这一种自私和自我 由爱你自个的感觉 到爱我们 那才叫做真的爱 当只是爱你自己情绪的时候 最后你伤的是他 你口口声说是保护他 但是目前我来看到的是 除了你之外 还没有有人 把他伤到这个样子 对吗 所以说 这一切 请你多多地思考 好吗 谢谢您